引擎 死亡 大家好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現在先跟大家看一點影片 這幾條影片講緊就是大陸那些叫大伯 就在追人工啦 看看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我們去片先 完全上網正在找通知 影片看完會見到 cela 其實有這些大伯開始收不到工資 要去上門做一個追討的 其實是十的是一件幾段有趣的事 為何會有趣呢 因為疫情到現時 核酸公司理論上應該會是掌高資 但是去到昨天有一間核酸檢測公司破產 這一間是第一間破產核酸檢測公司 而其實疫情期間有好多企業都已經破產倒閉 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 國內一共倒閉了400萬家中小微企 註銷了1300多萬個體戶 整體經濟是下滑的 失業人口是去到7000多萬的 比較強烈的對比就是這類核酸檢測企業 它的生意都可以講得上 是做到風生水氣日日爆紅爆火 現在破產了第一間 該死這兩個字應該都很多人現在在心裏講的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去到11月23日就有一個叫做高波的男人 給他的公司拖欠了62,600元的人工 於是就仲裁去到北京市房山區勞動人士仲裁委員會 但是得到的答覆就是 北京腐石醫學是沒有可以執行的財產 就採取限制高消費的措施了 是的 這一間這樣的公司 竟然是沒有任何的財產是可以強制執行的 可以強制令到破產倒閉了 這間企業的大股東周某和法人武某 就以防害傳染病防治罪被人抓了 其實這件事我自己覺得都幾詭異 為什麼會說幾詭異呢 因為你想一下 那頭說開放那頭他就破產了 即是說他的消息是相當之靈通的 當然都有機會是他在核酸檢測上造假 就被人抓了 就要他強制破產了 而其實這些核酸檢測公司 為什麼會沒有錢的呢 有部分可能是應收帳款未收到 還有一部分 這個也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來的 其實這套核酸公司現在是越開越多的 正常來說是不用用到那麼多核酸公司的 但是現在他們在核酸方面也是在做內卷 那個開納核酸公司的數量可以說得上是噴井式的 來到現在今時今日是這一波放寬之前 他們那價可以說得上大家在鬥低鬥便鬥賤這樣做的 亦都是因爲這個原因令到大家都可能賺不到錢 再加上是會被人摘數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你的核酸公司是有造假的話 那你應該收到那筆錢就會被政府扣起了的了 所以就會演變到你是沒錢賺數的 而又差了很多這些大白的人工了 那其實之前都講過的這一類核酸公司 未來肯定會是一個夕陽行業來的 因爲現在就用快測去替代核酸檢測 未來如果連快測都淘汰了的話 即是等於大家是不用戴口罩出街的 那樣這些核酸公司是沒有任何存在的必要的 如果它是沒有存在的必要的話 就等於這些這樣的大白工作人員 是馬上會失業的了 那這類大白一失業的話 它們會回歸回到社會面那裏找事做了 同時亦都是因爲這些核酸公司越開越多 就變得它的工作人員或者那些大白的質素是參差不齊的 所以你見到其實疫情第一年剛剛有核酸檢測的時候 因爲那個病毒殺傷力強 那其實這類大白是沒什麼人對它有怨言 或者是不會有現在的情況的 那去到第二年大白亦都是很少聽到 甚至乎有現在這麽瘋狂的情況 甚至乎是衝入屋或者是打人強制 這些很少聽到很少見到的 甚至乎以我自己的印象 以第二年來說是沒什麼的 因爲當時這個病毒仍然是還有殺傷力的 它還未變成Omicron 那去到現在為止 因爲可能請人參差不齊 剛才講過 就令到他們做事 是覺得自己穿著這件大白的衣服 是去中心化了的 即是等於你沒人認得它 它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為所欲為 而且它是表面上是合法的 它穿著這件大白服 就算你當地有疫情 它仍然是可以穿梭各地的 那便變到它有一種優越感 就在這裏做了好多這類過火的事 那現在來到今時今日 這些大白的人工 這些核酸公司都開始出不起了 我相信這些核酸公司肯定是會有結業潮出現的 只不過是快定遲的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啦 下集見啦 拜拜